亲爱的乌兰茶布 我爱你 低沉浑厚的内蒙古马头琴 高亢嘹亮的台湾阿美族部落鼓调 两岸少数民族风情 在这首《亲爱的乌兰茶布》中完美融合 近日 这首歌的主唱 台湾阿美人青年歌手杨品华 在北京对中心社记者 讲述了这首新歌的创作过程 那我是在10年的时候 跟着蒙古族的导演到了莫斯科电影节 当大草原的这个影片 我在异乡整形在莫斯科看到 然后整个草原的这个波浪的时候 我想起了我的家 我想起了我在太平洋边上的这种感动 这个两边的少数民族的风情 看似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觉得两个对于自然之间的敬畏 跟辽阔的这个视野其实是有相同的 所以我尝试想要把两个民族的音乐进行融合 这首歌由台湾知名音乐人吴旭文做此曲 并担任制作人 杨品华回忆 创作历时一年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歌曲的部分录音与后期合成 不得不在两岸分别进行 两岸团队常通过视频连线探讨 两岸民族音乐经过不断磨合碰撞 最终表达的是最原始真挚的情感 这首歌融贯了包括北京 包括内蒙 包括台北 这个三个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民族的沟通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在视频电话就开始不断的碰撞 就是说各个乐器 然后调性的一个共鸣点 但实际上回归到瓷面上 它是非常简单的 最后就是在聊这个土地 我们感谢你 我们非常感念在这里的缘分 在歌曲MV的拍摄过程中 杨品华再次被草原的辽阔所震撼 至今难忘 在他看来 音乐可以让两岸少数民族无需对话 就找到共鸣 那第一次站在这个草原的火山上 我是非常激动 从来也没有知道说草原上面 原来有火山 而且保存的非常完整 原来草原真的像我们以前在太平洋上面 从我们的清水段而望出去 一望无际的那个感受 我们希望通过一首音乐 把家人的情怀带出来 我们也能够把文化传递到两地之间 让大家能够听到属于草原的 属于大海之间的一个共鸣 亲爱的乌兰茶布只是一个开始 杨品华说 今后还会继续与吴旭文 共同尝试与大陆其他少数民族的 音乐融合创作 他在北京的胡同里 开设了自己的音乐餐饮酒吧 常有大陆不同少数民族的歌手 在此演唱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向族人展示并提供一种可能 大陆有广阔的天地 大家可以融入 做了一个音乐餐饮的小舞台 那主要的文化内容 是关于我们台湾的文化 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 我希望提供像这样子的场地 帮助从部落来的人 他能够有一个信念 我们在大陆是有前进的一个基地 我们可以在这里落脚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业 得到薪水 可能现在只是一个舞台 我希望通过努力 可以把这个舞台加倍的 成数十倍的去成长